有一名大陸的敦煌舞者叫做李雪 她因为跳舞表演来到台湾 并且嫁作台湾妇 在她怀孕害喜的时候 最想念在家乡的母亲 因为妈妈总是带着她吃麻辣 于是呢就做起了辣椒料理来解香愁 她还结合了小笼包 做出像是辣椒小笼包啦 还有巧克力麻糬小笼包等等独特创意 甚至呢巧克力小笼包还申请了专利 变成了日本观光客的最爱 而李雪说 她最想呈现的是感动人心的味道 师傅快手包小笼包 一折两折包好一颗颗外形淘洗 内馅扎实的小笼包 包包外皮里头其实藏着大大惊喜 因为小笼包一口咬下 不揉你手只揉你口 里头竟然是爆浆的巧克力口味 第一次吃到巧克力小笼包或者是 第一次真的很棒 很甜蜜 嗯 什么个甜蜜 就是吃了想再吃 许多外国顾客慕名而来 还有日本观光客特意安排行程 到这儿品尝巧克力小笼包 因为就由台湾这一间餐厅首创 很多人以为说为什么皮这么厚 它不是皮厚它是有两层皮 因为它是一整颗的巧克力 然后外面包那个麻糬 那麻糬是我们自己自己做的 所以它没有加糖 那它降低巧克力本身的甜度 当巧克力包覆在薄皮中 中间还暗藏玄机 再夹上一层麻糬皮 因为整个的巧克力 如果你只包小笼包的皮 它融化了之后 小笼包就会跌倒 因为它是软的 可是有那个麻糬包住它 就像汤圆一样 所以它就可以站起来 为了能让小笼包站起来 小笼包里头的设计 有李雪用心想出的美人心计 蒸过后热腾腾的巧克力小笼包 瞬间在嘴里化开 令人惊喜的甜蜜蜜滋味 吃来扎实有Q劲 其实这个巧克力小笼包 其实有很特别的故事 因为其实像很多人问说 你是不是厨师会不会包小笼包 我说我都不会 然后一般人就会觉得很好奇 你不会做这些东西 怎么来当餐饮的老板 然后我就会告诉他 一个很特别的观念 我说如果今天我会包 我就会有一些很固定的观念 比如说包子只能这样包 跳脱既有对食物的框架 谁说小笼里的内馅 只能包肉包咸的呢 你尝试之后如果不行 我们才说不可以 可是不要在还没有尝试之前 就先否定它 不给任何事物受限 也不受限于任何阻力 李雪坚持先试了再说 后来变成了招牌 对意外的成招牌 还申请专利 对我们申请了发明专利 闲的小笼包变身成甜点 让人意想不到 李雪来自陕西西安 从小开始跟着他的四川妈妈吃辣 三餐都吃辣 因此他灵机一动 把他自制的辣椒也包进了小笼包里 这个是我们小笼包的肉 然后这个是我们李雪薇辣的辣椒 我们把它切碎之后再混在一起的 猪后腿肉或者用独门配方 腌制过的辣椒粒 4比1的比例 不断费工地实力搅拌 辣椒小笼包还分层次 有微辣跟极辣挑战韬客味蕾 把我们的辣椒 就是结合在小笼包里面 这样不用沾酱 直接吃就可以吃到辣椒的香味 李雪是台湾媳妇 嫁来台湾后生了两个可爱的小孩 但当时历经两次怀孕害喜 每逢难过时 最思念的就是在家乡的母亲 因此她想做出记忆中妈妈的味道 一解思香苦 四川吃辣是吃香 所以我很喜欢吃好吃的辣椒 对 懂得吃辣 因此李雪也自制独一无二的辣椒 最厉害的是她做的辣椒 让不吃辣的人也爱上 那我们的辣椒就是用花莲的青辣椒 然后把它就是腌制 然后切成一段一段的 那其实这个辣椒直接吃 或者配馒头 拌面都非常的好吃 辣椒看似简单 其实具备多层次的味道 那我们其实是推广一个吃辣的 一个人人可以吃辣的一个理念 一个境界 对 因为对我来说没有人不能吃辣 在四川的小朋友 一岁的小朋友 那妈妈炒菜绝对不会因为有小孩 去炒一些不辣的 一定就是辣的菜 然后最多是在水里 或汤里洗一下 然后就喂给小朋友吃 从小李雪吃马吃辣 如今她端上桌的料理 想呈现原汁原味 像是麻辣肥肠 烹调过程不简单 还会喷油 酸辣土豆丝 把马铃薯小橙丝 同样加进辣椒大火快炒 香气十足 它非常的脆 像马铃薯鱼 早上以后是脆 可是不会硬很软 所以就是软脆的感觉都有 可是想像说 看了那么多辣椒有没有 可是不会很辣 虽然我很喜欢吃辣 可是就是 你会想把辣椒都吃下去 当然我刚刚吃了一点 所以现在很爽 也是李雪的家乡味 因为它的味觉非常敏锐 所以它跟我们厨师 讨论的东西是很简单很快的 就是这个味道对不对 这个味道对不对 是不是它要的 我们东西就是这样出来 因为其实你台湾的人 现在的餐饮业来讲 很多都是为了符合当地的口味 去做了很多的调整 变得不是真的 你吃到那个地方的菜色 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坚持这一点 好 来到这边很特别的 还有我发现到 这边的这个杯子里头 竟然都会有这样一粒一粒的东西 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花椒 花椒 对 为什么茶杯里面要放花椒 因为花椒对人的身体有非常多的好处 对 它是一个很天然的除湿器 就是把我们身体里的潮湿可以让它排出去 那可是在台湾的饮食里非常少用到花椒 那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那既然每天都要喝水喝茶 那我们就把花椒加在茶里面 店里的茶也非常有特色 当顶级花椒加进台湾茶满是清香味 可是喝的时候确实那个味道非常好 很特别 在外面都不会看到一样的茶 对 笑容可觉的李雪 脑子里有许多创意 投身餐饮夜前 原来她是名大陆的敦煌舞者 因为我是国家的演员 那我跳的是民族舞蹈 那比较多的就像敦煌乐舞 唐代的这些舞蹈 十岁时经过层层关卡严格审核 李雪被中国国家队选进当舞者 想进国家队跳舞 手跟脚的长度竟然有讲究 就是手长跟腿长的比例 是差一公分都不可以 这么严格 非常严格 然后那时候我就记得 因为小时候不懂事嘛 就会看到很多人这样进考场 要去考试的前一天 有爸爸妈妈真的把小孩掉在门上 就是要没有掉在那里 会要手可能要长一点这样 要通过那个比例 一跳就是十多年 没想到因为跳舞 李雪因缘际会来台湾表演 透过朋友介绍 认识另外一半谢震撼 小两口交往一年多后 结尾连礼 他们家就是从早餐就开始吃辣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去 的时候非常不适应 因为就讲说 因为我不吃辣 我完全不吃辣 在跟他在一起之前 对 可是他们每餐都要吃辣 对 这个对我来说是个很难 克服跟适应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真的很奇妙 我觉得现在很感谢他 因为他开启了我另外一个味觉 因为辣迁起李雪对家乡跟妈妈的思念 也因此跟丈夫同心协力 从制作辣椒酱开始卖起 到现在开餐厅制作料理 结果许多人一吃成饮 对陶贝而言是美味 但对李雪来说 还在做的是感动人心思乡的滋味